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 很高兴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语 保罗指出加拉太教会的问题 他们争论基督徒是否需要行割礼 守律法等等 保罗再次强调 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出于信 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做好事得救 保罗原本是反对基督徒 喜欢严守律法的犹太教徒 但是耶稣亲自用大光照他 呼召他成为使徒 被耶稣翻转的保罗 不再以自己身世背景为傲 也不再以学士自夸 甚至说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 我们信主以后 并非从此不再犯错 而是对于罪会更加的敏感 特别是内心里面隐藏的罪 因此我们都需要耶稣的救恩 走真理的道路实在不容易 但是最终是有福的 有时候我们要体贴上帝的心意时 反而需要受更多的痛苦 也要付出各种的代价 马可福音第六章有一个关于施洗约翰的故事 只因为他指出西律王的错误 他说 他对西律王说 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 当他站在真理说话时 却为他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破 又有一个案件是他的学生 告诉他 很多的人都往耶稣那里去了 施洗约翰不但不嫉妒 还承认耶稣的权柄 并说 他必兴盛 我必衰微 他宁可他的跟随者 跑去耶稣那里 也不愿意说夸大和虚假的话来吸引人 这也是保罗在今天对我们的提醒 我们要得着上帝的心 比得着人的心重要 若人就讨人的喜欢 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马太福音七章十四节 清楚告诉我们 引到永生 那门是窄的 路是小的 照着的人也少 恳求上帝将智慧能力天天加给我们 让我们看见永恒的价值 就轻看今生 至战至亲的苦楚 愿我们都是上帝眼中善良 又忠心的仆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